首相敦马哈迪上个星期宣布 东铁计划重新上路后 今天再稍来重磅消息 他表示政府决定重启 搁置多时的大马城计划 但是会重新的规划大马城的发展路线 除了设立人民公园 还会建造一万个单位的可负担房屋 同时让土著参与这项建设计划 大马城原本是一马发展公司旗下计划 有马中联营财团 也就是伊海控股 以及中国铁路工程集团竞标取得 原定在2018年开始动工 没想到国阵时期的财政部 突然在2017年宣布 脱售六成股权交易告吹 计划停摆至今 首相敦马今天在首都召开记者会 宣布重新启动大马城计划 再次有马中联营财团推动项目 敦马强调大马城计划 对我国经济影响深远 有助吸引更多金融和科技企业进驻我国 预计可以为国家带来大约 1400亿令吉的总发展值 值得一提的是 大马城将以全新面貌 再次出发上路 大马城园定计划是要打造一个地下城市 除了设为龙兴高铁吉隆坡中 点站之外也会衔接捷运 电动火车以及机场快铁 将这块占地486英亩 估价超过123亿令吉的地段 发展成首都主要公交枢纽 西蒙入主布城后 宣布展延龙新高铁 直到2020年